第一個就是A瓜弧1 1豆點1 所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改成A瓜弧1豆點1 對不對 也就是說選的時候 第一個選到的一定是電信業者 第二個選到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區碼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Copy貼過來好了 這邊改成2 這邊改成3 對不對 OK 好 那有同學 OK了嗎 好像沒有問題對不對 結果很興奮的就開始試試看了 所以先清除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的話 返還他會告訴你 這個地方有沒有 記得喔 一定也要把什麼 這邊你不要用舊的 你一定要怎麼樣 把結果返還給誰 給他喔 所以記得喔 不要最後這個一定要改到 也就是把最後的結果 再返還給誰呢 給手機範圍 他就接收到了喔 這個地方 這個中段 這個如果黃色的時候呢 記得把它全部跑一下 不要讓它有中 你要不就按繼續 要不就按停止 如果它是黃色的中段模式的話 記得改完之後 再按一下上面 或者按一下停止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做完之後 油標放這裡 插入一個函數 手機範圍 這個時候手機範圍下面會出現 手機範圍 會有一個引述 叫電信業者範圍 那我就把它選一下 選過來之後呢 A就接收到對不對喔 然後第一個電信業者就是 A 刮虎 1 0.1 2 3 然後呢 就串 串完之後呢 一樣嘛 其實其他都一樣 就再retend給誰 retend給這個手機範圍 接收到之後 就又丟回給這個儲存格 按確定 好 把它點兩下 其他也完成 好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又可以更加快速度 就是說呢 將來呢 你在輸入的時候 如果它是一個連續範圍 特別之外 前提是連續範圍 你不能說 中間空一個 空一個 空一個 那就不行 如果是連續範圍 可能是橫向的 也可能是縱向的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達到你要那個選取的目的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盡可能的 就是說 如果你 這個來得及的話 你就先 重新做過一遍了 如果來不及 這樣來不及 沒關係 你可以先 從雲端上面 先複製貼上看看 然後呢 再花一點 之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盡可能建議 還是 重新再多演練過幾遍 因為這些東西的話呢 可以加快 你在有些工作上面的效率 尤其是有一些函數 可能你在Excel裡面沒有 可是呢 你要自己創造出一個 完全符合你工作上面的需求的一個函數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這個就是VBA裡面的所謂的 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